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来到了8月份的主题单元了 今天主办单位给我的一个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大家猜猜看 没错 就是开运的部分 开运招财 还能够净化空气 所以我们要给十二星座 在室内盆栽种植的一些建议 看看哪些盆栽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 又可以为我们带来好运 基本上在所有的开运里面 植物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活力跟生机 比方说一个房间或个地方 它如果控制很久没有用了 空在那边就会死气沉沉的 你只要放上一盆植物 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还可以测测那边的磁场对吧 所以植物本身它有带有这种 慢慢让你有一些活力的好处 所以自然而然也能够 给予我们一些疗愈 或者是身心灵的鼓励 不过在我们的占星学上 要如何运用植物来开运 我们会有从几个层次来看 比方第一个 叫做你想要强化什么 或是你想要补什么 比方说 如果你很希望自己是很有活力的 你需要在团队或是公司里面的简报 那你平常比较不太敢 你缺乏勇气跟表演的那种自信 那么你要来一点火象星座的元素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上升 太阳月亮就在白羊 狮子 射手座 你想要强化自己这种 信心的力量 那你就很适合找火象元素的植物来栽种 那火象元素的植物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它当然可能生长在比较干燥 或者是它很需要强烈日光的植物 第二个它有可能就是它是向上生长的 或者是它本身的叶子是比较灿烂的 就是它颜色不是只有纯绿的 有一些黄色或什么样的斑点 让它看起来很鲜艳 当然如果花的话也是要让你看起来很有精神 那第三个呢 在火象星座里面 白羊座是属于火星掌管的星座嘛 所以其实火象的植物 往往也会带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可能是 如果你是白羊座的朋友 你可能就是要找那个带有尖叶子的啊 或者是有刺的那个 或是叶子本身有锯齿的 那个就火星比较具有竞争杀伤力的味道 那这样的叶子可能呢 对于某些人来讲 它是可以增加你的那种什么霸气 因为你可能很多事都比较不敢做决定啊 不敢得罪人啊 没有被讨厌的勇气啊 它可能就是会给你那样的力量 但反过来讲 如果你要求人和的话 那可能这方面就不太适合了 但是anyway它就是火象的能量 那如果你是觉得 哎老师我常常天马行空 想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持久 那我如果想要开运的话呢 那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土象的能量 没有错 如果你是上升太阳 月亮在这个金牛处女或者摩羯座 那你需要很落地的那种能量 那你可能在种植上面 你需要什么 比较土 要需要土栽培的那种植物 比方说它真的是有土的 因为有些植物它不需要土 那再来呢它可能不高 但是很茂密 很这个利益盎然 或者是呢它本身呢 在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的环境里 是比较怎么样 干冷的环境 它OK的 很吃苦耐劳 很好养的 这土象的能量 那如果呢你本身是觉得 哎我其实很害羞 我不太敢跟人家接触聊天 对很难聊天 或者是呢 我很容易对别人的话很认真 那我想要改进我的社交能力 那当然你就很需要一点风向的能量 那如果你是上升太阳月亮也在风向 比方说这个双子天秤这个水瓶的朋友 你也很适合 带有风向能量的植物 那风是什么样的能量呢 第一个这个植物有可能比较高 有些植物它会长得比较高 或者它的根筋比较瘦 然后再来它会随风飘逸 然后在它可能生长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那它就有这样的风的特质 那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沉浸下来 酝酿你的情感 或者你本身属于创作 你不能老是每天都在创作 你需要怎么样 学习内敛 孕育你的这个新的灵感 那也许你需要水象的能量 那水象星座的植物特质呢 往往带有什么呢 它可能是水灾性的 这个水耕植物 或者是它是球晶的 然后它的耕是往下长的 或者你想要种那种根筋类的植物也可以 或者是它本身呢 里面富含水分 有一些多肉植物就胖胖的对不对 里面都很多水分 那同时它可能比较柔软 枝叶比较柔软 它就会带给我们水象的能量 那如果你是上升太阳 或是月亮在巨蟹 这个天蝎 或是双鱼座朋友 你养这类的植物 它也会强化你本身 这方面的能量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星座的角度来找到 我们适合强化的能量 那第二点呢 其实在家音学里面呢 往往是把植物跟行星的能量做连结 而不是星座 比方说呢 在家音学里面 我们最喜欢强化的是两个能量 一个叫金星 一个叫木星 这两颗星是我们认定的 容易带给我们舒服啊 好运啊 丰盛啊 爱情啊 钱财的能量 那么这两颗星它有什么特色呢 金星的这个行星 它的对应到的植物呢 通常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它可能是味道好闻的 或者是带有点甜味的 就迷人嘛 因为金星就是一个爱情 还有享受生活 很慵懒的那种星啊 那再来呢 它的叶子一定都是圆的 不是尖的 而且没有那种就是 比较像是利刃型的 或不规则的状 它是圆润的 你摸起来一定是平滑 好摸的 就像人的皮肤一样 所以当你 种植这类型的植物 带有这样特色的植物的时候 其实你在强化金星能量 甚至于呢 这样的金星能量的植物 也会开一点白色的花 或淡淡偏白的那种花 也是OK的 好 那另外呢叫木星 木星它所代表的植物呢 一样通常都是好闻的 让你有精神的 看起来朝气蓬勃的 同时木星代表的是丰盛 钱越来越多 好事越来越多 所以往往如果它是 会开花结果的植物会比较好 就有结石累累的现象 或者是你知道 有些朋友会想要种就是一片的 或者是会攀岩在墙壁上的 有延展性的这个植物 木星代表成长嘛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不完全再有一点的味道 好 所以我们在选择 你想帮自己开孕的植物上 当然就可能很适合选择 味道好闻的啊 好这个叶子是圆的啊 摸起来好的啊 然后看起来是舒服的 不要太有个性的 你知道植物跟人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你想有个性 你就会种有个性的植物 但是如果你想要求的是 比较幸运乐观平顺 往往在传统上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好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呢 我们来想到的就是说 这样的幸运植物 我们要怎么放呢 在佳心学里面 比较稍微稍微缺乏一点 这样的概念 不是说它没有 而是它跟东方的比较的话 比较不一样 那可以使用的呢 我们有一个技术叫local space 这个方式就是找到我们命盘里面 可能金星跟木星的方位 主于个人的方位 然后在那个位置呢 去摆放这些东西 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很难跟大家讲 那我们反过来看 东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东方角度就很多的 这个参考的资料给大家 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啦 东方可以参考的就是呢 这些植物如果要放在室内啦 也许是你的办公室 或客厅 或者是比较多人在走动的地方 公共空间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植物在东方里面的本质上来讲 它是带来生气的没有错 可是它很需要阳光 一旦呢缺少阳光 或者是它太过这个 貌色没有阳光的时候 它带有的阴性 比较比较强 为什么阴性 因为呢会避日 我们知道在夏天太阳很大的时候 大家都躲到树下面乘凉嘛 所以树木它本质的特色 就是会遮蔽阳光 所以它就得有朝阴的特质 同时在风吹草动的时候 它可能在摇摆的时候 你会让人家有一种 好像有幻影的感觉 所以在植物方面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说 如果你要开运的话 最好是把植物放在 让它比较舒服 然后有阳光的地方 那就今年流年来看 那今年流年对植物 要放植物比较好的地方 是偏南边 因为我们用这个悬空风雪的角度来看 今年南边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而今年如果呢 你要在办公室的中间 或者客厅的中间 放植物 比方桌子上放植物 你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什么叫留意一下呢 就是基本上 我们放植物都是好的美观的 但如果有的时候 你觉得过敏啊 不舒服怪怪的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 我暂时移开看看 或者是我要更新看看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东方的命理学里面 植物属于木 那木呢它有两个卦象 八卦的卦 一个叫正卦 就是如果你的植物是直挺挺的 然后比较粗的 有这个树干树枝那种柱状的状况 它是一个雷震的震的震挂 它位置没摆好 或是刚好流年有一些引动的话 它比较容易带来什么 震的问题 震就是震动嘛 就是比方说车祸 或是容易有官司官非的问题 好如果你刚好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你周边有这样的植物 你就可以怎么样反推稍微调整一下 另外一个叫训挂 训就是风无孔不入 那通常这种比较柔软的草木啊 它可以随风飘荡 这个就有训挂 训挂的植物通常是我们蛮常 养在这个办公室或家里的 它的好处就带来一种怎么样 柔软性跟人际互动性 那有的时候放得好一个招财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呢 第一个有可能位置不好 流年薪不好 流年薪到的时候呢 你可能身体容易过敏 对眼睛过敏皮肤过敏 或者是肠胃容易过敏 这第一个 那当然要注意你家有没有狗狗猫猫 对那个植物比较容易过敏咯 第二个呢是桃花 可是它不是你要的桃花是烂桃花 所以你有烂桃花的朋友 你也知道常常很多人说 你不要养藤蔓啊 或者是你碰太多花了 太多柔软的花了 所以你就忍不住怎么样 碾花惹草或是无法拒绝 这是一个我们要稍微留意的 再来呢 柔软的这些植物它会带给我们灵感 所以如果我们是创作啊 媒体的人 其实还蛮喜欢这些花草 文艺的 可是放的位置不好 或流年不好的时候 这些花草也可能带来什么 八卦口舌是非 就是很多人讲你一些话 所以位置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是我们参考东方的一些概念来做的 所以我们如果回过来看 各位你想要在2020年下半年 这个有比较好的运势 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几个意见 第一个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 包括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座 下半年其实你的运势比较多挑战 不要多吵架 竞争 或者是争斗 就比较不和谐 比较容易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会建议这类的朋友 如果你的运势真的不好 你就少摆那什么 比较尖叶子或者是针状的 的一些植物 或者是有锯齿状的植物 那个本身就带有一种怎么样 比较缺乏人和容易争吵竞争的叶子 那个那个现象 那我不是说你一定不能摆 就你如果你已经在那个运势里面了 那我会建议你 可能你要换一下 或者是你就不要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上升或太阳呢 在变动星座包括了双子 处女射手双鱼 在下半年呢 其实 特别是这个火星呢 会从8月20号开始一直待在 变动星座的双子座 一直到明年喔 所以这个族群呢 可能在下半年容易有什么呢 也是容易有一些口舌纠纷啦 或者是呢 比较容易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多边关系 模拟两可 暧昧不明的状况 那这样状况之下呢 我会建议你呢 第一个可能呢 不太适合种植什么 藤蔓型的东西 就是有那种纠结啊 牵扯不清的 第二是如果你真的发现容易冲突了 那可能在前述讲的比较尖型的啊 或者是呃 比较带有这种锯齿状的啊 或者颜色带有一种比较火型的那种 特色的植物啊 你可能要减少或是暂时不用 对你呢可能是比较理想的部分 那再来呢 是最后一个上升或太阳在 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啊巨蟹啊天秤啊摩羯做朋友 呃你在下半年处的环境 还有你的生命状态下 你是处于一个就是要 开始慢慢要进入一个转型 重生结束的一个味道 所以对你来讲植物一定要好好养 如果呢你养不好不如不养 因为呢你们本身就进入那种 要结束重生的状况 那如果你养了植物又哭掉 你又放在那边又养不好 这个气息就不是很好啊 所以呢我会建议这类的朋友 你就是好好养你的植物 那来到最后啊我觉得呢 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养好的植物啊 或是你想要招桃花啊 你放一些植物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重点呢就是第一个 呃如果你讲开语 植物的意象意义 或者是说呢 它本身的外形很重要 因为呢它的外形带来的是 和谐不和谐 有没有好处或者是 是不是能散发好的能量给附近 这个概念 第二个呢植物呢 要化龙点睛 再睛不再多 就有时候你养太多 要照顾不好 然后呢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但相对之下 如果你在关键的地方 放一两盆或者是插个花 那个带动那个整个气氛 那反而是好事喔 但是就是要怎么样 注意照顾它 要照顾好 所以第三件事呢 就是一定要好好照顾好 因为植物跟你在同一个空间里 如果植物都生长不好 其实它也反映着我们 不是太好的状况喔 好 那如果呢你真的真的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植物 也许在办公室里 你跟别人一起供养一些植物 是不错的 或是你干脆就定期的去 大自然接触植物 我觉得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运方式 以上呢就是我们八月的主题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 重新找到开运的机会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